说咱们停好车之后 你要开门之前就要先看一看后视镜 看看后面有没有行人 以防一开门就把后面人给撞了 今天上午在西安市太白路就发生了这样一幕 这本来可以说是一起意外 可是事情的发展 却让人怎么也想不到 下午一点钟 接着赶到西安市太白路西河花园门前 只见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 不过已是满目疮痍 这车的顶灯已经稀烂 四周的窗户更是被砸了个遍 看起来这并不是什么交通事故 而附近的目击者说了 出租车司机的情况更惨 车被砸人被打 这是要闹哪出啊 这还要从今天早上九点左右说起 地点还是在马路边 福加斯上一个人一开门 我和女的开一开 骑个小电动车 然后门往我跟前磕倒了 这倒了 人家顾客给我司机去 把我拉到医院里 继续写给人看病 都紧急看病 我一直都没闪 据目记者说 被撞倒的女士 头被磕在路边的隔离堆流了血 把人撞伤 带人看病 听起来都合情合理 不过今天中午 出租车司机和伤者 从医院返回事发地点后 发生的事情让人瞠目结舌 正说着被打的低歌 从医院经过治疗赶了回来 头上缠着纱布 身上还有血液剂 他告诉记者 上午他把那位受伤的女士 送往医院做了检查 证实只是皮外伤 回到失败地点后 那位女士的朋友赶来了 开始与他商量索赔事宜 可说着说着气氛就紧张起来了 我说那你看咋办 你二十四 那你出这么大身子咋办 你应该都是赔三万三十万五十万 我都不喜欢我钱 你把人都先留这些血咋办 然后就上来 通过来扣他 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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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扣上来 捐 女子就 就大 就拿拿去 踩个头 他就 他就跟踩个皮球一样 就在头上 尽管踩个头上踩 然后我想到他 挣服过来上来也打个 你两人打个肯定受不了 答案你的这个人是什么人 通常是打个朋友吧 就是 那个伤者的朋友 为朋友打包不平 咱能理解 不过您这行为也太野蛮了吧 李师傅的头被打了个口子 疯了四针 寡不敌众 李师傅只好离开现场 可那几位气还没出够 拿着电动车锁 就把出租车砸了个遍 之后也逃离了现场 现在李师傅已经向太白路派出所 报了警 找到那个打人的那个人没 有电话 李师傅已经向太白路派出了一个 很多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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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车 他配了个家里人 过来给他充值 商量这个事 一个人已经是商量好的 钱都很好的 中车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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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量来的 中车 这些 拨给他 你可以完了 这些 都可以了 这些 都可以了 这些 都可以了 感谢观看